近期娱乐圈的瓜越来越多了 甚至有些瓜也越来越离谱 近日 知名于记杨阳爆料某当红一线小生已离婚 目前离婚已经两年 并且曾在婚内出过轨 现在已被公司摆平了 而且名于记杨阳还爆出这名当红一线小生 曾代言过奢侈品牌 并且还参加过春晚 这一消息爆料出来 则有大量无辜男星躺枪 有人说是张若云 董子健 任嘉伦等众多男星被殃及 其中被怀疑程度最高的是任嘉伦 认识任嘉伦的都知道他很早就结婚了 而任嘉伦除了拍戏以外 并无其他绯闻 任嘉伦刚好参加了2021年和2022年的春晚 然而网友却扒出了任嘉伦 在两年前就被爆出出轨离婚 而出轨对象是一名网红叫做蓝赫 其网红的男友还在网上大肆宣扬 称任嘉伦大号与自己老婆秀恩爱 小号则是与自己的女朋友聊天 还说任嘉伦在自己老婆怀孕的时候出轨别人 随后名誉既扬扬 又转发了关于任嘉伦的相关信息 这种种迹象都指向的是任嘉伦 所以引起大量网友的猜测 或许被爆料的就是任嘉伦 当然这位记者每次的爆料都不止名道姓 总是内涵各种人 发的证据也没有什么实在性 每次都是以这种方式拨得关注 12月24日任嘉伦工作室发文直接辟谣 无端躺枪荒谬之极 直接用八个字堵住了舆论们的嘴 可能任嘉伦都觉得离谱 直接用八个字回对 感觉到了他的无奈 在大家看来任嘉伦给人的一种感觉就是很安心 并且他对他妻子的感情特别的专一 在没有确凿证据实锤下 大家都不相信任嘉伦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同样番茄也很无语这样的记者 要么下次就直接爆出姓名 要么就不爆出来 每次都是让观众自己猜掉人胃口的爆料 就别拿出来了 免得老是让一些无辜的人躺枪 做的这种事情就很离谱下头 也希望下次爆料的时候 多拿出一些真材实料出来 不要让舆论毁掉了一个人 以讹传讹只会是得其反 希望大家在吃瓜的时候理性对待 不要盲目跟风猜测 在记者没有拿出证据出来的时候 就不要妄下定论 最后也祝愿任嘉伦的事业蒸蒸日上 为粉丝们带来更好的作品 看过任嘉伦演的周生如故的宝子们 记得点个赞哦